大家注意,你看像这种下部是撇与折勾搭配的一类字 我们千万不要胀写,就是把它撇写低,折勾写高 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写会让这个字重心不稳 你想上部的横向笔画,我们一般都是左低右高的 这样会让整个字显得有姿态,显得有动态感 上部横向笔画,我们左低右高 然后底端撇低,勾高,那整个字会给人感觉往右上倾斜 能感觉到吧 你看像镜子,左边的内容是左低右高往上倾斜的 左右节骨里边如果左边往上倾斜 那右边就一定要平稳端正,来保证整个字的重心平稳 而不是说把撇写低,勾写高,那就整个字也是往上撬的 看见了吗,你横向往上撬,底端还往上撬 那也就是说右部的内容也往上撬了 那不就整个字就撬上去了吗 是不是,你包括分子,分上部撇那是撇低那高的 我们撇那在上,一般都是撇低那高 那底端你再撇低勾高,那你看又撬上去了 是这样吧 上面往上倾斜,底端你就不能再往上斜了 一定把撇斜短一些,让勾往下压 横向往上斜呢,右下方下压的勾滑 你就要往下压,压的低一些,把撇写短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改 首先围字,你看点在这儿,然后撇画直一些 但是不要给它写的太长 然后压一下折勾往下走,你看出勾 撇高勾低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镜子 左边,我们是左低右高的,大家看一下 是吧,整个往上斜斜,然后右部的右部折勾往下压 好,然后再来一个撇画,你看撇高勾低 你这边往上斜,你右边的勾就要往下压了 然后你看分子,分子上部是撇低那高压 那我们下部折勾,你就要往下压的低一些 然后撇画写短一些 你包括奶字 奶这个字,我们是横往上倾斜 折折折折,横折折折勾往下压 你看折勾往下,爱低一些 然后这个撇画高一些 撇要短一些 这是奶字熟悉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一类字的写法,你学会了吗 一定要注意撇与折勾的搭配是 折勾要低一些,撇要高一些 我们来讲一次